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 介绍2018年全年进出口情况 按美元计 中国2018年全年贸易顺差3518亿美元 进口同比增长15.8% 出口同比增长9.9% 2018年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 一系列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 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 对外贸易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 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据海关统计 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0.51万亿元人民币 比2017年增长9.7% 其中出口16.42万亿元 增长7.1% 进口14.09万亿元 增长12.9% 贸易顺差2.33万亿元 收拆18.3% 按美元计价 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4.62万亿美元 增长12.6% 其中 出口2.48万亿美元 增长9.9% 进口2.14万亿美元 增长15.8% 贸易顺差3517.6亿美元 收拆16.2%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年度进出口总值在上新台阶 200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首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 2010年 超过20万亿元 2018年再创新高 超过30万亿元 比2017年的历史高位多 2.7万亿元 二是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 比重上升 2018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7.64万亿元 增长12.5%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8% 比2017年提升1.4% 贸易方式结构有所优化 三是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全面增长 与一带一路沿见国家进出口增是良好 2018年 我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 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7.9% 5.7%和11.2% 三者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41.2% 同期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见国家 合计进出口8.37万亿元 增长13.3% 高出全国整体增速3.6%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见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 正在持续释放 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力 其中对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和希腊进出口 分别增长24% 23.2%和33% 四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 2018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2.1万亿元 增长12.9%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39.7% 比2017年提升1.1% 其中出口7.87万亿元 增长10.4% 占出口总值的48% 比重提升1.4% 继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 进口4.23万亿元 增长18.1% 2018年我国民营企业 对外贸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 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一大亮点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99万亿元 增长4.3% 占42.6% 国有企业进出口5.3万亿元 增长16.8% 占17.4% 不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出口增速 高于全国整体增速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2018年西部12省市外贸增速为16.1% 超过全国增速6.4% 中部6省市外贸增速为11.4% 超过全国增速1.7% 东北三省外贸增速为14.8% 超过全国增速5.1% 东部10省市外贸增速为8.8% 六市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 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201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65万亿元 增长7.9% 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8.8% 比2017年提升0.4% 其中 汽车出口增长8.3% 手机出口增长9.8% 同期服装玩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合计出口3.12万亿元 增长1.2% 占出口总值的19% 七市原油 天然气和铜等大宗商品进口量较提升 铁矿纱和大豆进口量有所减少 2018年我国进口原油4.62亿吨 增加10.1% 天然气9039万吨 增加31.9% 成品油3348万吨 增加13% 铜530万吨 增加12.9% 此外 进口铁矿纱10.64亿吨 减少1% 大豆8803万吨 减少7.9% 初步课算 全年我国进口价格总体上涨6.1% 其中原油上涨30% 成品油上涨20% 天然气上涨22.9% 铜上涨3.2% 中美贸易战休兵90天 已经走了接近一半 如今 又出现进一步缓和的倾向 特朗普政府究竟是诚心合作 还是另有图谋 近日 美国贸易代表已经跟中国政府开始磋商 目前副部长级别磋商进展顺利 中美两国贸易争端的僵局 有望得到缓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 中国经济不好 会使他们急于达成贸易协议 然而如今看来 其实特朗普也被逼急了 随着美国股市大跌 如果特朗普无法与中国尽快达成协议 那么美国经济也会受到损害 美国制股机构指出 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 甚至面临崩溃 这都与特朗普的决定脱离不了关系 让美国政府关门 就是一项重大错误 这样的经济衰退 显然是一种特朗普时经济衰退 中美贸易战不仅重创两国经济 也为全球经济带来一定的威胁 最新的财政数据显示 中国在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7% 不如市场预期的50.2% 还跌破了荣枯屑50% 至于美国方面 美股三大指数 都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到穷工业指数 去年12月以来也累计下跌超过8% 美国股市具有独特性 同整体经济紧紧捆绑在一起 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放水以后 美国股市节节走高 美国养老基金 美国家庭投资很多都投入了股市 如果美国股市崩了 那就意味着美国金融真正全面的崩了 引爆全面金融危机 特朗普把他的政治前途 与美股表现绑在一起 那么美国股市持续下跌 这股神秘力量逼着 特朗普不得不做出让步 在期限内至少要与中国达成部分协议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 看似狂妄不利 性格乖张 但是他做事的进退 什么时候进攻 什么时候防守 其实有迹可循 股市好了他进攻 股市差得他防守 特朗普是美国金融的投资经理 他所做的可以用一个投资学的名字来概括叫市值管理 他的行为在疯狂 也不能让美国股市失去控制暴跌不止 一股神秘力量 逼迫特朗普尽快同中国火鞋 这股力量 就是股市的股 此次 特朗普被迫与中国握手言和 对于中美双方的经济贸易 都是一种突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中美贸易战的彻底结束 美国还会在未来开辟更多的战场 例如华为事件继续深化 在波兰继续闹时 面对未来复杂的经济形势 我们仍旧不能掉以轻心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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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